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十题 第十题有五个选项都是不等式 他问在这些选项中 有哪一些他的实数解释是x大于1 而且y大于1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他说logx取y大于0 这个选项是错误的 我们举一个反例来说明 我们令x等于1分2 y等于4分1 再将他带到logx取y里面去 可以得到他是log1分2取1分4 因为1分4会等于1分2的平方 所以他的值会等于2 2会大于0 但是x等于1分2跟y等于1分4都会小于1 所以第一个选项是错误的 我们现在看第二个选项 他说x-1乘以y-1大于0 这个选项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举一个反例来说明 我们令x等于0 所以这个选项是错误的 我们现在来看第三个选项 第三个选项他说x加y大于2 而且xy大于1 这个选项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举一个反例 我们令x等于4y等于0.5 再带到这个连利不等4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x加y他会等于4加0.5等于4.5 他会大于2 再带到xy他会等于4乘以0.5等于2 他也会大于1 但是我们的y是小于1的 所以第三个选项错误 再来我们看第四个选项 第四个选项说 根号x-1乘以根号y-1会大于0 我们把它写下来 相乘大于0代表 这两个是同号的 但是根号的指不可能为负数 而且他们的成绩也没有等于0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里是正数 这里也是正数 而根号如果要有意义的话 那么根号里面的指必须是非负的 而且我们刚才已经说他们都是正数 所以没有0的可能性 因此x-1跟y-1都是大于0 所以我们就可以推得x会大于1 而且y也会大于1 所以第四个选项是正确的 现在看第五个选项 我们先看1分之1的x次小于1分之1 因为1分之1会大于0小于1 而且1分之1的x次小于1分之1 1分之1会等于1分之1的一次 当底数小于1的时候 指数越大会越小 所以我们可以推得x会大于1 再来看3的2分之1次大于根号3 因为3会大于1 而且3的2分之1次也大于根号3 根号3会等于3的2分之1次 如果底数比1大的话 那么指数越大 直就会越大 所以我们可以推得2分之y会大于1 同乘于2可以得到y大于1 所以第五个选项是正确的 因此这题目的答案我们要选4 5